渗透作为一部老剧 一定被大多数观众所熟知 与其说它是一部谍战剧 倒不如说它是官场剧来得实在 不管是齐公子和许忠义的对决 还是陈明夫妇的贪财之路 都很好地印证了官场的险恶 这部剧的每位角色都很有看点 今天我们主要说一下齐公子 严格上来说齐公子不是个坏人 如果真要给他一个评价 只能说他是个一正一邪的国民党高官 齐公子的能力非常厉害 更是被称为军统的福尔摩斯 早早就看出了许忠义的渗透计划 上风让我们去查 借这个机会把他们给一窝端了 可是由于国民党官员的腐败 他就算有心也无力改变了 巴洛军首长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评价 国民党的几百万大军 都比不上齐公子的一个渗透计划 但是我为了让老百姓不受苦 你必须把计划给我留下 由此不难看出齐公子的厉害 他的渗透计划非常可怕 齐公子在暗中派出数十名特工 潜伏在各个名牌学校里 等到我军彻底解放中国后 再让这些特工潜入到各个阶层里面 然后逐步对官员腐蚀 而且这数十名特工 从派遣出去的那一刻 已经成为了独立的个体 一生只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这也就意味着一旦计划开始实行的时候 没有人能从数以万计的官员中 找出这数十名隐藏其中的特工 贪腐就必然灭亡 没有节制的贪欲是没有希望的 国民党之所以会一步步走向灭亡 和他们腐败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腐败的危险程度是大的 如果真按照齐公子的剧本走 总有一天新中国也会在腐败中沦陷 说起齐公子不能从坏来说 应该从正邪两方面来看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齐公子的正 齐公子是个完美的理想主义者 对自身有着很强烈的信仰 正是这份信仰才能让他不断变强 齐公子非常痛恨国民党的腐败 但是因为忠诚的原因 又为了这个腐败的党国鞠躬尽瘁 齐公子政治眼光很独特 从581事件开始 已经猜测到了许忠义的计划 我是说这个人就像一个恶性的肿瘤细胞 一旦发作他会慢慢的侵蚀党国的躯体 可是在这种大势所趋的情况下 齐公子已然阻止不了 明明知道国民党必然会灭亡 但是却依然没有选择放弃自己的信仰 真要论对信仰的坚持 剧中没有一个人能比过齐公子 接着我们再来说说齐公子的邪 为了信仰杀人是可悲的 而齐公子抓的共产党可不在少数 白旭就是死在了他的酷刑下 可以说齐公子是个性情中人 他的理性让人觉得可怕 正是因为这份理性 才让他在国民党官员都被腐蚀的情况下 独善其身 齐公子手上的血债不少 但是每一笔都是为了党国的发展 可是却太过于残忍 以他的角度立场来说 或许齐公子没有做错什么 要以人民的角度来说 那么他就错得非常离谱 齐公子是矛盾的综合体 他是好人又是坏人 既是性情中人又不算是性情中人 这一点从赵志身上就能看出来 齐公子先对赵志加以利用 到最后又爱上了这位姑娘 剧中还有一点也很好的印证了 齐公子在审问白絮的时候 眼含泪水 一方面可以残忍地虐待这位姑娘 一方面又会因此落泪 可以说这是一场心灵的战场 在最后国民党即将落败的时候 齐公子也会为他做的是后悔 他说得很对 为了信仰杀人是可悲的 这样的一个人 若是生活在好时代 那么他绝对是个正直的好官 可惜的是生在战争年代 碰巧又加入了国民党 所以他的结局注定悲剧 齐公子的职场生涯一开始就很可悲 纵然他有一腔热血 纵然他想为党国做出贡献 但是自从齐公子选择了国民党那一刻 也就意味着他已经输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 只有共产党战士明白这点 其实齐公子也明白 可是并没有什么用 他只是个小小的上位而已 虽然背后有很大的势力 可是并不能主宰大势所向 齐公子看起来之所以很可悲 更大一方面因素是作者创作的原因 渗透剧情中 着力对国民党腐败的描写 并通过多种手段的强化 告知观众 国君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腐败 而作者刻画的齐公子 又是个专注信仰的角色 所以对比之下 就会放大他的可悲 说到这 必须夸一下曹炳坤这个演员了 正是因为他的出演 才赋予了这个角色真正的灵魂 齐公子最有难度的是内心系 只有把握好内心系 才能给观众们身临其境的感觉 齐公子并非一味的打打杀杀 他性格中的凶残并不是本性 更多的是由于多年内心的积怨造成的 这样充满个性又比较极端的人物性格 对演员的考验程度非常大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演员 齐公子就给不了观众们 一正一邪的感觉 在这部剧中 齐公子的经历很好印证了战争的残酷 故事表面披着国共博弈的外衣 实际上从深层次表现了那个悲怆的年代 在某些方面 可以说齐公子是大多数的代表 在炮火的衬托下 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 更或者是雄才报复 只不过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罢了